坐上計程車抱上目的地後 司機不是眼貫四方看前面路況 而是直勾勾盯著手裡手機 是在看地圖嗎 大錯特錯 理念播放短影音 讓司機捨不得放下手機 罔顧乘客安全的誇張行徑 讓民眾氣到不行 開車 我們會坐到我很怕 你再繼續這樣子 我不坐了 我要下車了 很不負責任 乘客的生命交給他 他在那邊一直看抖音 萬一真的出事了 誰要負責任 桃園有民眾在中立火車站前搭車 卻有離譜問獎 開車不看路 看的是手機裡的短影音 僅用單手開車 同意也看不下去 直呼吊銷牌照 當然不可取啊 就把他吊牌 把他牌照吊了 火車站前車水馬龍 行人來來往往 司機翻神看抖音 發生車禍意外 後果誰來負責 記者的展規宣 桃園採訪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 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 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